小朋友们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以前 一定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和关注哟 大家好 最近天气渐渐变凉了 我发现我们魔法学校 有好多同学都感冒了 于是今天我这位魔法医务老师 就来好好给你们诊断一下 小猪 小猪怎么能生病呢 小猪你怎么了 然后感冒的 然后感冒的我现在胃口一咬都不好 那么多一些东西 你是吗 嗯 胃口不好所以最近没吃饭 一直在吃小饼饭啊 不是啊 我早上吃了饭的 吃饭了 但是我跟你说我今天早上就吃了三碗饭 我身上我都吃好多的 嗯嗯 我现在没有胃口你看 我吃这么点点小饼干就都不想 好热 你知道吗 对于我来说没有胃口 我觉得好伤心啊 嗯 嗯 那小猪你这样吧 你吃完这个小饼干以后 你再去吃点别的 你喜欢吃的东西行不行 嗯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 真的是 我因为感冒 我喜欢吃的东西头 我不能吃 我喜欢吃汉堡 我喜欢吃薯条 我喜欢吃麻辣棒 我喜欢吃米线 我都不能吃 我只能吃蔬菜 吃蔬菜 可是感冒的时候吃蔬菜的话 对身体有好处啊 这样才能把冰制好的 啊 我不爱吃蔬菜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因为不爱吃蔬菜才哭的 啊 我不爱吃蔬菜 我想吃水果 我 我 水果 啊 水果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对感冒也是有好处的 嗯 吃水果行 真的啊 嗯 那我让我妈就买水果 啊 行吗 喂 喂妈妈 妈妈 那个我感冒了 嗯 我们老实说了 我只能吃水果 所以你能不能给我买 八斤葡萄 八斤苹果 和八斤香蕉 啊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八斤 妈妈 你美呀你给我买二十斤吧 这样我可以好得更快一些 嗯 好 谢谢妈妈 妈妈再见 谢谢老师 老师 老师再见 拜拜拜拜 小叔再见 零食拿好 嗯 小饼子 去吧去吧去吧 嗯 哈哈哈哈 老师好老师好 没事 你为什么这么呼吸啊 哎呀老师我感冒了 我太难受了 我浑身发热 我好像发伤了 如果我不这样呼吸的话 我会体温爆炸了 所以我要降温 嗯嗯嗯 可是你如果继续这么呼吸下去吗 你会更热的 而且你不累吗 不累不累 如果我呼吸慢了 会出事的 嗯 那要不你 慢一点 咱们慢慢点 好啊 你试一次 好好好 加油加油来 慢慢呼吸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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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没事吧 嗯 那个 嗯 我没事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们同学有很多就像你一样 被我这个雷屁肉了 所以我不能再跟他们一起上课了 啊 嗯 嗯 没事黎神我理解你的心情 啊 要不然我们再慢慢 慢慢转再试一次吧 好好好我再试一次 慢一点慢一点 慢慢慢慢 停啊 最慢一点 嗯 老师你这个太好了 雷神呢 下次 你再感觉热的时候 你就拿这个自己呸一喷 感冒发烧就好了 多喝点水啊回去 我也觉得 哇 多喝水啊 多喝水啊 谢谢老师 也不用的是水 谢谢老师 老师 老师好 老师我 啊 老师我 我好像感冒了 啊 是吗 你你你感冒我就这样吗 啊 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只有天上那个浮咒 我才会不动 但是我现在 啊 但是我现在感冒了 所以一打破天 那个浮咒就会掉下来 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一直动 一直动 就醒了 啊 是吗 啊 原来僵尸是这样睡觉的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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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再打个喷嚏试试 啊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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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老师,好舒服啊 我的身体竟然没有动啊 来,看看镜子 哇,老师,这样即使打喷嚏 服装也不会掉下来了呀 是吧,以后睡觉的时候 戴着口罩就行了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小朋友们,今天魔法学校 医务师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天气渐渐变凉了 你们要多穿点衣服,小心感冒哦 要像淘宝姐姐一样,渐渐康康那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次见吧,拜拜 小粉丝的来信 读信时间到了 今天我又来给你们读信了 我先来读吧 这个小朋友写到了 各位姐姐们你们好 我叫张艺晨曦 四个字啊 沙,四年级,五班 大,大都去耶 沈阳市 对啊 我们是 我们同城耶 宁月 跟你们很近 我最喜欢的是绿色 最喜欢珍珍班长 喜欢珍珍的美丽 豆子的幽默 天天的高 好像大家想到天天都是很高 想到我都是搞笑 然后淘宝姐姐很可爱 魔力姐姐的美丽 希望你们读我的信 我有读哦 读啦读啦 后面有画 看一下这个画 画了 她上面画了珍珍豆子 跟桃桃 是她最喜欢的三个人 谢谢你喜欢我们 画的也还是很像的 我觉得 嗯挺像的 嗯然后我们看看她又准备了 给每个人不同颜色的小信封 我们读一读啊 哎呀 我帮你拆别的 黄色的是 果果姐姐 果姐姐你好 我非常怕狗 但是我一看到了 然而我就想说可爱极了 那时候我完全忘了 我是害怕小狗的 嗯 然而非常可爱 这个是给珍珍班长写的 她又说了 珍珍班长你好 在你走的那天我都哭了 那个时候我刚到家 我坚持要给你们写信 后来你回来了 我们又笑了起来 看这是她的信 对 我觉得珍珍班长以后 如果有空回来的话 一定会找我们玩的 对 嗯 然后魔力大哥的是 魔力大哥你好 虽然这几天你没有来录节目 应该是 有别的工作的原因吧 嗯也是啊 现在魔力大哥呢 也有其他的工作 也比较忙 但是呢 也会偶尔跟我们一起拍视频的哟 天天姐姐的血了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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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姐你好 虽然你是最后一个来的 但我本以为 你这个人是一个善良美丽的 很高的女孩 还是真 句号 我今天搞不懂的写的是什么意思 好像真的是一个善良的美丽的很高的女孩 可能是这个断句 想比例以后再跟我们写些手 断句一定要好好组合一下哦 然后这个紫色的是 你自己的吧 好我多自己 桃花的桃花姐姐你好 我除了真正班长豆子姐姐以外 最喜欢了你了 对刚才她有画到那个你们的画像了 是不是 她说 豆子姐是 除了真正班长以外 最喜欢的就是你了 豆子姐姐我也喜欢六丽丝 学生的喜欢我 我也来提 怎么能被听见你多说 就是说她喜欢我 然后最后一个是 这个续黄色的是茉莉姐姐的 茉莉姐姐你好 我知道你有小宝宝了 相信小宝宝长长以后也会很好看的哟 谢谢你 康宝已经挺可爱挺好看的 这个是我的信 太多了吧 我先给你们展示一下 这是送给茉莉大哥的熊的 这是 熊的好可爱 不知道送给谁的衣服 我帮你拿着展示一下 这个是给真正班长的 这是什么呢 不知道 这应该就是一个摆件 这个 不知道是给谁的 我先挂点人吧 是个头绳 这个 应该也是给我们其中一个人的 天天姐姐收 我负责给你们展示 好 天天姐姐这个是一个钥匙链应该是 这个是给姑姑姐姐的 一个小画 小豆人 好了我要开始读新哦 它的内容可多了 我特别喜欢你们 之前给你们写过信了 我叫段宇东 我最喜欢桃桃姐姐 天天姐姐和姑姑姐姐 有唱歌优美动听的桃桃姐姐 长得高优聪慧的天天姐姐 聪明的姑姑姐姐 搞下活会的豆子姐姐 美丽的真真班长 我是白羊座 你们都是什么青座呀 我每次都忍不住给你们写信 我是忠实的小粉丝 哇 谢谢你给我们写的信 还画了三个小宝贝哟 我是射手座 我也是射手座 然后这边它有好多画 这谁 小菊 小菊 小菊是个男孩子 小菊可能是之前我们给康宝画画像的时候 我们起名字嘛 有人起了小菊兰 小兰菊 然后这边还有个小新 然后豆子 豆子 这是什么 豆子 豆豆豆豆豆豆豆 豆子 怎么了 什么情况 我把它打开都好难打哦 这边有一个这个 他可能就是想给你做一个本子吧 你笑起来是最美丽 然后我们会想你的 这个是谁呢 这个豆子姐姐坏了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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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爱你 我们也爱你 梅泽 这个是谁啊 这个是 橘色的魔力姐姐 可能是魔力姐姐怀宝宝的时候 不很长时间没有来嘛 她可能很长时间没有看到你 所以给你写的是我们会想你的 豆子真真班长 你来读吧 豆子真真班长看到你毕业的视频 没看的时候以为你大学毕业呢 可一进去就就这样 你是新魔力王军学校待的时间最长 走得最早的人 可能信到了的时候你已经走了 但是还是希望你能看到 我看视频的时候都差点哭出来了 你是一个非常爱笑的女孩 但是突然哭了也是那么的伤心 也希望你能常常回来玩哦 爱你 真真班长如果回来的话肯定第一时间会找我们的 然后我们就会把视频给小米丽们放出来的 然后你也可以把这个信照下来给你们发过去 没错我会给她私信发过去的 那这边应该还有一个扇子吗 可能天气太热我们扇扇娜娜聊 嗯这也不错啊 对对对对对 我们今天的信呢读到这里就结束啦 你们记得给我们来信哦 拜拜